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好生活 我是观众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 您乖 讲到健康 人体每天的必需营养数之一 就是油脂 而且脂肪其实是人体的五大的 这一个营养组成的来源 每天 这个很多脂肪性的必需氨基酸 跟脂肪性的营养素 其实是要藉由脂肪 帮助人体来吸收跟新陈代谢 可是在台湾 这个过去黑心油风暴之后 很多观众朋友文油色变 实际上我们每天都需要油 但是怎么样健康生活来用好油呢 待会这一集的健康好生活 就会一一跟观众朋友来分享 好 今天朋友们一起分享的 有六个好朋友 第一个好朋友是医生好朋友 刘伯恩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生活好朋友洪树青 大家好 好 再来也是心脏科的专科医生 袁明奇医生 大家好 好 再来是我们的艺人好朋友 余皓岚 大家好 好 再来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陈安琪老师 嗨 大家好 好 再来也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科军年师傅 大家好 好 我问一下树青 这个人体每人每天都需要油 可是很多女生为了减肥 都超怕油的 有一阵子蔡依林的减肥 是所有的食物都要过水 然后把油都涮掉 涮掉 可是人体实际上是不可或缺好的油脂 才能维持一定的基本的生理跟健康的机能 真的 很多人都会迷信说 不吃油就能瘦 结果这一群人的特色是 瘦的全身只剩下油 怎么说呢 比如说之前有一个35岁的林小姐 她就笃信说 如果食物中没有油就可以减重 所以她几乎连料理的时候也不放油 结果顺利有点瘦了 可是去量体脂肪40% 大家知道女生体脂肪40% 虽然可以允许到30%左右 因为年纪大 可是40%就真的很离谱的超标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 她觉得很奇怪 我都没有吃油啊 这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通常油脂可以带来比较高的满足感 所以你会发现你食物中有油 你那一顿呢 因为胃排空速度会变慢 你那一顿的饱足感会维持比较久 第二个呢 油脂呢 事实上呢 可以帮助我们吸收很多好的 那个脂溶性的维他命 当你都没有油的时候呢 事实上你这些好的 脂溶性维他命是留不住 那第三个呢 是很多人会觉得说 因为没有吃油 他就会替代吃了别的东西 不小心就会碳水化合物之多 因为一觉得饿 那是不是来吃点面包 来吃点什么 所以他们反而碳水化合物过量 所以这几个问题加起来之后 就会发现这类的人 就是瘦的全身值剩下油 那这有什么缺陷呢 你反而泡芙族大家都知道 你内脏脂肪都剩下油的时候 其实心血管风险什么都反而变高 所以不是不能用油 重点是用好油 而且是用对油 这时候反而是会瘦 而且会瘦得更健康 那问一下刘医师 要用好油用对油的话 对油脂跟对脂肪酸 就要先有认识跟了解 我先解释 每一种油都有所谓的饱和跟不饱和 不饱和里面有单元跟多元 然后我们现在把它这个介绍 给大家认识一下 我们先看大家最熟悉的饱和 最下面这个叫饱和脂肪酸 接下来最多来讲 就是我们那个像四肢脚的 像猪肉啦 牛肉里面的油 都是非常饱和的 唯一一种就是植物来讲 像我们的棕榈油 或者椰子油里面 它也是饱和的 那事实上饱和来讲 现在我们知道 胆污存过高来讲 这个饱和东西还在限制 因为我们现在知道 胆污存过高 是个世界卫生组织 跟美国他们的临床 这个临床指引告诉我们 你必须限饱和脂肪酸 那10%每天这个摄取量 再来就是单元跟多元 那单元来讲 是我们熟知的 Omega9 我们现在台湾呢 就会苦茶油跟橄榄油 我们常常讲 这种单元油 对新鲜管健康保护 是非常重要的 它可以对我们体内的 这个很多研究发现 会降低一些坏的胆固醇 对油脂稳定是不错 另外还有多元 那多元来讲 分为Omega3跟Omega6 那基本上多元的 这个脂肪酸里面 它对好坏的胆固醇的 影响都不一定 那它的油脂的稳定度 不是那么稳定 那我特别跟大家 在介绍一下 这个多元不好 有分3跟6 那3跟6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看这个地方 我们常常讲 健康好生活 我常常提醒大家 要多吃Omega3 就是Omega3 就是Omega3的油 从这个次亚麻油酸 我们常有人用 这个叫亚麻人子油 里面就含有这叫ALA 这叫Alpha次亚麻油酸 它慢慢会变成 我们的Omega3跟DHA 这个就是鱼油 那真的有抗泛 像我就是所EPA DHA 那这个有抗泛 抗过敏抗肿瘤 你们可以看到 下面这Omega6 Omega6来讲的话 就是我们熟知的 葡萄籽油 葡萄籽油 玉米油 沙拉油 它Omega6特别多 它会变成亚麻油酸 可是这个Omega6很妙 就是说 我们是需要的 可是它过多的时候 它走到路径 最后变成所谓 花生四细酸 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是对于身体 是有诱发发炎的一种酸 所以简单讲 如果我们要多摄取油 我们像刚刚煮菜 如果多用像 单元不好的脂肪酸 多的感染油 或是苦茶油 然后呢 在3跟6的平衡来讲 我们都摄取这个 Omega3多的 碳发炎 对我们这个 整个人的摄取健康 是最有帮助的 对 那一般台湾人的烹调 可能Omega6的油 吃的比较多 比较多 Omega3 如果少吃鱼类的话 其实摄取就会 比较欠缺 比较不够 对 你刚才讲 其实在美国 他们发现 在美国 他们很多的慢性疾病 关节炎 肌肉酸痛 癌症为什么多 因为他们Omega6的比例 跟Omega3的比例 差弹到25比1 奶油是不是也是Omega6 奶油 我们先讲 奶油牛油 比较偏向 还有就是饱和 可是我们以前讲 最糟糕是叫做反式脂肪 就氢化油 对 那个是最糟糕 我们知道大家 是对身体最糟糕的 好 那Omega6 现在台湾来讲 我们大概算过 一般我们6还是摄取 比较多一点点 最好是6跟3的比例 是3比1 2比1 甚至1比1 你的身体的抗发炎 是最好的 好 那接下来 柯柯听说 就要来先分享 刚刚这个刘医师 分享给大家 Omega3的油 那对厨师来讲 好油也是 这个健康跟美味料理当中 第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对 还有对厨师来讲 油脂的香气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像比如说橄榄油来讲 我等一下要示范是橄榄油 橄榄油一般来讲 我们大家都知道 就是有粗大橄榄油 另外一个是Pure Pure它是属于那种二次炸 对 它比较可以耐高温 到不会变质 所以一般我们在炒菜的时候 炒菜的时候 我就会用Pure 就用Pure 但是呢 因为意大利地中海的东西 它就要去享受 那个橄榄油的香气 所以你在起锅的时候 没有在持续加热的时候 再把那个好的橄榄油 再淋上去 那柯柯今天听说 就要做一个简单健康 那在台湾 另外一个很棒的是 台湾菇 品质又好又便宜 超赞的 所以用台湾菇来做 意大利的这个橄榄油风味炒鲜菇 好 这一道菜 其实它是一个爆炒菜 对 所以你在家里面 你就是 第一个就是火要够大 火要够大 然后你不断去翻炒它 因为你看这么多菇类 我可以把它放到这个小锅里面 是因为也缩水 因为我们这个菇水分很高 对 所以你先给我Pure 好 先给你Pure的橄榄油 所以一开始要爆炒 尤其是要炒比较高温的时候 可能就用Pure 对 那这个是传统意大利的橄榄油风味炒鲜菇 准备的是各式各样的菇 像杏鲍菇也有 比较新鲜的就可以 香菇也有 蘑菇也有 那这个红喜菇 这个美白菇都有 然后这个蒜头 我是晚一点才放 我们先把菇就丢进去 你热锅热油炒的就是蘑菇了 对 所有新鲜的菇类 就把它直接丢进去就好了 是 你要一口气丢还是一批一批糖 一批一批 我们先从水分含量越高的 那这些菇当中蘑菇水分最高是不是 对 然后再来就杏鲍菇 杏鲍菇它水分也很高 所以菇的水分含量还有层次差异 有有有 是比较大块的水分比较多是不是 也不能说 不一定 也可以这样讲 不一定 不一定 你看它蘑菇也没那么大 可是它水分量是最多 对啊 水分量是比较高 所以如果以现场的菇来讲 蘑菇跟杏鲍菇水分含量比较高 然后就是要让它吃到这些油 然后越炒越香 然后它越炒越缩 然后它的香味就浓缩 那水分跑掉了 它留下就是它的香味 那为什么有些人在炒菇的时候 他会说不加油先干锅炒 可以炒出它的香气 可是你却是先加了油来炒 料理手法不一样 你如果说先干锅去炒的话 其实它的香气跟加油的香气 是不一样 看你做的菜是什么 如果说我这个是要凸显菇的香气 我一定要油进去 它菇的香气都会很凸显 我发现很多食材油进去香味不一样 不一样 我昨天四煎了荷包蛋 我用不沾锅不加一滴油煎 不好吃 不好吃 真的不好吃 但是它的蛋白表皮会有点点像在烘蛋 就是有点变黄色 就是可是不好吃 就是加了油 那个油跟蛋白质的反应 然后那个蛋白质 然后它就会用到裙边 对啊 当裙边长出来的时候 对 就要油油 你看我现在光只有刚刚进去 蘑菇现在开始已经表面有一点点小小的黄 这样你凑进来闻那个香气很棒 而且很清香 这边都味道香味 有 这是菇的香味 对 那其实我现在都还没有放其他东西 都还没有放其他东西 然后炒到什么 炒到菇的水分出来的时候就表示好了 好 我觉得在台湾另外一个很棒的地方是台湾的菇品质又好又平价 对 我在上去市场看到那个杏鲍菇包得这么大一包才99块 对啊 那个可能一家三餐都还吃不完 其实 那可是很多地方菇是很高贵的山珍海味 是这个价值高 然后价钱也高的 对 而且我们种类还超特多 对啊 所以一整排想说 每一年都有新的品种出来 对 每一年都有 那你这个时候过程当中如果 因为菇会吸油 对 所以你过程当中你还可以补一点油给它 就Pure Pure一样 因为还在高温嘛 对 所以我们还是补Pure的 就是补那种二次炸的 好 补一些油再给它 哇 那个香气又更棒 好 你看水系也出来了 对 藉由油 油才能带油 油才能把那些水系弄 哇 现在更香 超香 更香 对 真的跟干边的香味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很多东西有加油真的不一样 而且加好油真的一下去不一样 是 是 跟好酱油一样 真的 很多好酱油那个一下去那个锅气 锅气就不一样 是啊 好 你看 哇 那一直香起来以后 这时候我们再把菇再放进去 好 再把一些菇这样 就一直加进去就好了 好 所以现在是大朵的新鲜的香菇 是是是是 新鲜香菇 做这种做法 只要是新鲜的菇 任何的菇都可以 我们的身体随着年龄的时候 我们的血管会产生胆固醇的一些变化 你只要有一个地方有动脉硬化的话 其他地方都容易产生动脉硬化 那最容易受伤的就是脑部的血管 如果你可以 借由美好的饮食 适当的运动 健康的活动的话 软性的掰快 还会变成健康的血管 做这种做法 只要是新鲜的菇 任何的菇都可以 都可以 但我觉得口感最好是蘑菇 因为水分足嘛 对 好香喔 现在没有肉 没有任何东西 超香的 应该要倒杯红酒 本节目是健康节目 对 没有 但是意大利前菜 应该来个起司之类的 没有 然后来个草莓 这个你做好以后 你基本这样做 你做完了以后 你可以加起司 你可以撒一些其他的 像我今天选择是用什么 我用松子 我用松子 松子是另外一个层次的油 非常 对 然后再美白菇 进来 好 你看满满一口 七种菇 七种菇 六七种菇 今天真的是专程在炒菇 真的 真的 那柯柯今天是用Pure炒 这个菇嘛 问一下原医师 橄榄油好像对抗心血管 跟心脏的疾病 也有一些贡献吗 非常多的贡献 其实每次来这个地方 我都学到好多好多知识 因为我们在医院里头 大概只有开捞房跟病人 来这边 他都学了好多料理 我都不知道有这样的料理法 当然不管怎么讲 我们认为油对身体 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当然我们一直认为说 均衡饮食 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其中最重要的两件事情 就是我们的身体 随着年龄的时候 我们的血管会产生 胆固醇的一些变化 胆固醇变化的时候 血管中就会很自然地 产生一个所谓的软性的斑块 就慢慢地就会成型 我们以这张图形来讲的话 从在这边来看 血管的硬化 对 血管硬化的一个过程 对 因为过程的时候 它先从它的 右手边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软性的斑块 也就是说 这些杂质在血管里头 慢慢地开始囤积起来了 囤积起来 它叫软性的斑块 再过一段时间的时候 如果它没有改善的时候 它的软性斑块 就变成硬性的斑块 硬性的斑块 如果还没有去处理它的时候 它可能就会产生动脉硬化 所以它是一个五年 十年 甚至十五年的一个过程 那这个过程 是随着年纪老化 一定会经历的过程 那只是说 我们是不是从饮食中 从生活取机中 会加速它的恶化 所以我们希望它就停在 所谓的软性斑块这个阶段 因为如果软性斑块的阶段 在这里的时候 如果你可以皆由美好的饮食 适当的运动 健康的活动的话 软性的斑块 还会变成健康的血管 但是如果说你在这个时候 还是没有去在意这件事情的话 反而从软性的斑块 变成硬性斑块 甚至到最后动脉硬化的时候 那一不小心心肌梗塞了 一不小心脑中风了 得不偿失 所以这是为什么 我们一直鼓励大家 除了这个看医师之外 这个健康领食很重要 而且我来这边 又特别重要一件事 要学会料理 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这样你的病患吃橄榄油 他想说要喝的吗 因为平常也不会用 对 因为当医师实在很土 你根本不知道说这个香菇丢到里面 还可以把水逼出来 我只知道怎么开药 已经水已经逼完了 医师也很会吃 他也是美食店 我知道 我们两个在外面都拥抱了 我们两个太开心在一起 难逢知己 然后这时候 这个松子放以前 再把蒜头进去 因为蒜头如果说 刚刚提早放的话 会焦 太焦了 它等一下就烧焦 就全部都苦味 现在我们都是鲜味 没有苦味 然后呢 再来我们就要调味 因为我这个松子是已经有炒过 对 所以这时候我们再来调味 调味它就可以 一点点的盐吧 一点点的盐 然后我要鲜味醋就是 你要鲜味醋 红酒醋 对 浓缩的醋糕 你如果一般 一般如果没有的话 你就不要加 好 我放一点点的盐进来 好香 过来 然后呢 黑胡椒 黑胡椒 哇 胡椒一定要够多 一点点的盐跟黑胡椒 那如果有鲜味醋的话 还可以再调一点的黑胡椒醋 你要拆完吗 没有 这个真的 它嫌那个黑胡椒不是有洞洞吗 它嫌那个洞洞太小 对 我们就粗糯了 那助理给你用 这样有够香的 然后这时候松脂 好 松脂这个时候下去 松脂进去 这个是事先烘过炒过的松脂 对对对 现在你买这种烘过的松脂很方便 有低温的有什么都可以 要不然自己烘一下干锅炒一下 然后稍微拌一下 拌一下以后 好香喔 光这样就好了 就不用动了 我现在已经把火转小了 然后呢 我们把 如果你买得到这种醋糕的话 把松脂肉醋有的话可以加一块 对对对 把它加进来一些 好 好 这样子 然后呢 巴西尼不好买 九层塔很好买 对对 九层塔 我家有种巴西尼 好棒棒 那你可以做 对 你真的回家很值得做 等一下回家就要做了 好 然后呢 再把它稍微给它拌一下 让这个味道全部都融合进去 对 我跟你讲 你有意大利面 这时候放一把意大利面进去 真的 本来可以吃一人份的人 你就被吃三人份 对 也不意大利面就是这样子 哇 有差 这干啤肉要帅 对 起锅前 洗火 洗火了 洗火的时候 再把这个橄榄油这样淋上来 好 太棒了 很香的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了 我们柯柯这个炒菇好好吃 就把握一个原则 一定要大火 你看我全程到后面都是大火 所以它外面封住那个水 里面你吃菇还是有水 但是水是浓缩的香 你知道吗 很好吃 对 但是我觉得柯柯做这道菜 真的用油用得很好 就是说 第一个 我们刚才讲说 为什么它要分开来用 很多人会觉得说 那是因为Extra virgin的油 它不适合拿来炒 其实它也不是完全不能炒 因为老实说品质良好的Extra virgin 它如果那个酸度 它的酸度是非常非常地低 酸价非常非常低的情况之下 照道理它应该可以耐受到200多度的 200几度的油 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问题是说 为什么柯柯没有用来炒 是因为你如果这样子 就是浪费了它的好东西 第一个 我们本来吃Extra virgin 最主要吃它里面的多分类 吃它的香气 你给它拿来炒 它过那个多分类也坏掉了 香气也变了 所以你最后加 并不是因为它不能炒 如果你们家真的很好吃的 然后你不会给它像餐厅那种超级大火 一般家庭炉火 其实它不会超过它的冒烟点 所以它没有冒烟 它其实没有裂变 其实还是可以人群 只是我们这样的来讲 就是说等于物尽其用 因为譬如我这种层级的 它是二次炸 二次炸它相对经过精炼 所以它的发烟点更高 它更稳定 所以这样的状态下 它又便宜 不用便宜的大锅炒 最后再用这种贵的把它添香 这是经济上的好处 同时也具有感染油本身的好处 真的 我们原医师占不绝口 他只是觉得 柯柯怎么没有送一块牛排上来 我说我再多来几次的节目的话 我真的开始吃素了 我不知道素食这么好吃了 很好吃 对 非常好吃 这个油香味也非常重视 其实我们当心上科的医师 最重要的 最鼓励大家还是 如何去养生跟保健 选对食材真的对他自己的健康 非常非常地重要 那接下来安琪老师也要分享 台湾人基本上很爱苦茶油 对 这个称之为东方的橄榄油 但是它有个苦味 有些小朋友就特别不喜欢 对 但是我们知道苦是入肝的 对 所以可以清肝解毒 所以我们平常在家里头 如果不是每一天都用苦茶油 但是偶尔一个礼拜 我们有个两三天 能够拿苦茶油来做菜 对排毒 身体的排毒都是很好的 所以安琪老师今天要分享的 这个是苦茶油要来烧干贝炒芥菜 而且芥菜也是很多小朋友会打枪的菜 对 他今天挑战的都是很高的 其实是有苦味的 今天是三个苦 今天连这个白果都是苦的 因为白果它不像莲子可以通心 白果不能通心 所以白果的心也是苦的 所以我们今天是三个苦 都完全要靠干贝来体制它的鲜味 所以我今天特别用了干贝 那这边我们因为刚刚讲过这个白果 我这个白果用的是新鲜白果 对 是带壳的新鲜白果 那带壳的新鲜白果 我第一次看到带壳的新鲜白果 它外形有点像我们吃过年的 开心果 开心果 对不对 然后你买这个这样子 直接带壳剥壳 对 然后家里有的一种剪刀 是可以圆圆地把它这样剪 对 那我有时候没有 我就因为这一头 硬咬的 圆的这一头是软的 就像磕瓜子一样 就像磕 然后把它剥掉 它不但是这个壳或剥掉 它外面还有一层膜 这层膜也不要 所以我们把壳先剥出来之后 这层膜要把它剥掉 这层膜剥的话 你如果说家里用量比较多 像我自己喜欢吃白果 我都是把壳就先泡水 泡水之后 我就把它软化了之后 外面这个软的这层 像花生米的那个 花生衣 像那个这层一 对 我们的这个色膜 就可以把它这样子剥掉了 那剥掉了之后 它就是新鲜的 它是软的 这真的是手工业 我剥了老半天才剥掉 我们有注意到 所以这个在日本料理店 吃串烤的时候 这个白果是很贵的 对 白果就是银杏 会烤一下 白果就是银杏 就烤一下 那我们这边 大家给它汆烫个三分 两三分钟 汆烫的目的是什么 我刚刚是放了糖 对 我放了两茶匙糖 可以去掉一点它的苦味 所以你是糖水汆烫 糖水汆烫一下 那大概以这一小锅来讲 放热水 然后两茶匙的糖 两茶匙的糖就可以了 然后汆烫白果 那白果是一般传统市场 买得到吗 白果在杂货店里买 在杂货店里 你不能够在菜摊上买 它要在杂货店里头 因为它这个是要放冷冻的 白果你如果不放冷冻 它很容易发霉 因为它里面是软的 它是新鲜的 而且水分是多的 多的 所以它一定要放冷冻 然后保管 然后有的时候我就会蒸一些 然后来煮这个百合白果甜品 你如果要煮甜品的话 你就一定更要拿糖水来给它汆烫一下 它汆烫完颜色会有点带着微绿 微绿 它就是带一点微苦 其实我们食材里面 带微苦的东西其实对身体都是好的 那带苦的东西又不多 是不是刚刚给你们看那个带壳的白果 一不小心你就以为是坚果店在卖坚果 对 这样的很像 对 它有一头是圆的 那头圆的就很容易把它咬开来 好 那这边我们来热一个锅 那这个干贝我们在用之前是要把它蒸过 那我也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干贝 这个地方有一块 它比较小 比较小 然后比较短 比较白 这颗干贝这个地方要拿掉 它的脊带 这个是它的硬的备注 真的喔 这个你怎么嚼 它虽然是软了 你怎么嚼它都嚼不来 口感不好 所以你每一颗泡开了之后 这个部位是拿掉的 拿掉的 对 但是因为我买的是节省一点 我买的是碎被 它本来就是碎的 所以大概两三个里面 你就可以找到有一个这个 我看一下 它比较短 这一个就是备注 备注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个干贝蒸过 我们在外锅放一杯水 那里面的水 蒸多久 我们大概一杯水 是20分钟到25分钟 那里面的干贝 我们就可以稍微给它撕碎一点 那这个里面的干贝 我们水要放得多 因为干贝它吸水会膨胀 对 它蒸起来会膨胀一点 所以我们为了不让它漏出来 漏出来的就蒸不到嘛 就会硬硬的 所以我们的水要多放一点 内锅水多放一点 台湾大概43%都有脂肪肝 他们发现骨茶油 它的一些成分 可以减少我们肝脂肝肝里面的 肝水上的程度 你如果说喜欢有那种猪油口感的话 可以用椰子油 为什么椰子油最近几年 大家突然间又开始火红起来 虽然它跟猪油都是饱和脂肪高的油 可是脂肪酸的组成不一样 美国有多明星 他觉得他认为 它对减重有帮助 它蒸起来会膨胀一点 所以我们为了不让它漏出来 漏出来的就蒸不到嘛 就会硬硬的 所以我们的水要多放一点 内锅水多放一点 好 那我们现在就用苦茶油 这苦茶油也有不同的品牌 然后它也有分 像这个是纯的苦茶油 然后另外有的是苦茶油去调和 像今天带的这一罐 像这个是有调了葵花油 所以像有的时候 你如果怕很苦的话 你也可以用有调和的 慢慢吃习惯了 再来换这个纯的苦茶油 因为小孩子真的是比较怕苦 对 护肠油的料理虽然营养 但是有的时候风味要做得好不容易 对 好 那我们这边 就先拿一点姜来给它爆锅 好 所以我们安琪老师 现在热了苦茶油之后 就爆了一点姜丝 对 然后今天要炒的 烧的是芥菜 对 芥菜可能到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 它已经下市了 对 芥菜大家知道是冬天的食材 好 那我们把干贝也放出来爆一下 干贝丝也让它爆一下 对 稍微爆一下 那这个油不要太热 油太热的话干贝会爆得很厉害 干贝丝为什么要爆香 干贝炒一炒它有一个香气 它是海鲜嘛 爆鲜香 对 那像有一个 我们有一个银芽干贝酥 就是把干贝去炸得焦焦酥酥的 然后撒在炒好的银芽上面 银芽干贝酥 都是拿干贝的鲜味 来提升我们料理的档次 而且在干货类里面 我们中国的小干货 像大干货当然是燕窝鱼翅 是鲍芽海参 是大干货 那在小干货里面 竹笙什么干贝算是高档的 高档的 算是高档的 好 那我们这边就把这个 芥菜放下来 对 好 那现在我们把这个白果加进来 好健康喔 真的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干贝的汤汁 这个是鲜汁 这个千万不要丢掉 所以从头到尾就要靠这些干贝 来为白果跟芥菜 对 那当这个芥菜不是季节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用大白菜 大白菜焖这个白果 也是有名的上海菜嘛 对 好 那我们这样子给它加水 然后我们最后来加一点盐 这么远就已经闻到芥菜的苦味 没有 好 我们来加一点盐 然后来加一点白胡椒粉 好 加一点白胡椒粉 对 那像其实苦茶油 像我们在家里不是做蔬菜的话 你来给它用这个鸡腿 苦茶油炒鸡腿拿点姜煸一下 然后这个肉类的甜味 也可以去代替苦茶油的苦味 它也可以去苦味 好 那我们这个给它放上来 这个是甜椒 红椒吗 红甜椒 对 把切块 我们这样给它焖一下 大概焖三分钟就OK了 所以我们焖它一下 好 焖它到同时请教一下 袁医师 这个添花好油很重要 听说吃患油也会增加罹患失智症的风险 对 因为反正心脏血管 是全身到处都走的地方 你到任何地方 你到脑部也是它的血管 我们到心脏也是血管 到四肢都是血管 所以你只要有一个地方 有动脉硬化的话 其他地方都容易产生动脉硬化 那最容易受伤的就是脑部的血管 因为血液要往上冲上去 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 所以如何的不要让这些坏油影响到你 这是大概最希望能够达到的一个目的 那这时候我们以前都认为说 经济环境不好 随便吃 随便弄 反正都会长大 但后来是太多的研究告诉我们 都不然 像刚才我们讲过了 很多研究告诉你 苦的什么东西 对他身体有帮忙 但事实上还有很多研究告诉你 一个愉快的心情 更可以影响一个 对啦 开心啦 我都很开心地吃啊 你闻到一个香味 你闻到一个气息 否则的话很多时候 我常常行中跟我的病人说 我给你的钱 你不会用这个钱的话 一样没有很好 没有错 我们吃了好多营养的东西进去 营养这个 营养那个 但身体不吸收的话 那一样不可以 所以如何的进到身体里面去 然后让它能够真正能吸收 转化成身体上能够需要的东西 让这个血管 永远保持在一个健康的状态 这是我们希望达到的目的 那我们发觉情绪 运动 睡眠都相对重要 因为你在一个快乐的气氛下 你在一个愉悦的环境 你闻到刚才那扑鼻的香味的时候 你马上口水 就一直在应该是 那这时候你吃东西后 就很容易就吸收进去 那不管里头什么AED Omega这个 Omega那个 都会快速地吸收进去 所以当然对你的脑部血管的动漫硬化 那么都会减少 那当然老人失智症 这个脑部退化到底什么机制 现在大家都还在研究 但是直接会看到说 如果有脑部有动漫硬化的情形 脑部开始有点萎缩的话 那都会有加速这种情形 所以如何地把这个东西 快速地减缓下来 我认为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真的 那安琪老师 我们这一锅好像也闻到香味了 闻到香气 闻到焦味道已经出来了 闻到好心情了 颜色好漂亮 我们这样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 安琪老师用干贝烧 果然有鲜味 它就平衡了苦茶油的苦味 对 对 然后白骨就变得好吃 然后芥菜就变得相对好吃 那相对也没有那么苦了 而且刘医师你有病了 有脂肪肝 换了油 吃了好油之后 真的有调养生理 我们台湾干壁防治基金会 他们统计过 台湾大概43人都有脂肪肝 其实我们现在看数字应该超过了 那脂肪肝你不要小看 脂肪肝其实就是说 它的演变过程当中 它会跟脂肪性的肝炎 甚至未来某种程度 会跟肝硬化 甚至某些肝炎是有关系的 那在2007年 我们自己台湾的中兴大学 他们做过研究 他们发现苦茶油它的一些成分 可以减少我们肝脂肪肝 里边的肝损伤的程度 那为什么呢 其实我刚刚讲过 因为我常常跟伯伯妈讲 主菜竟然用单元不保护脂肪酸 多的 就像Omega 9 对不对 好我们苦茶油 大概占了83%左右 橄榄油大概占了73% 那像我们讲 酪梨油大概是53%左右 这些高的这些单元不保护脂肪酸 它对我们身体里面是抗氧化 抑制血管的发炎 是有很大的帮助 那接下来柯柯要分享另外一个好油 台湾人少用的是椰子油 这几年才开始在封这个椰子油 因为也是牵扯到健康的问题以后才开始封 那现在有分什么冷压 或者是不会凝结的 或者怎么样很多很多种 其实椰子油它的好处很多 例如说一般我们在做泰国菜的话 就是椰子油就是当猪油在用 因为它饱和脂肪酸高 所以椰子油是很稳定的 做出来很香 但是它的坏处也是因为它太香 所以你去做中国菜以后就变成泰国菜 对 它就变成这样子 就是你做中国菜的时候 怎么都有椰子香在里面 但是现在因为为了健康以后 大家都尽量就说油脂的运用来讲 你如果说喜欢有那种猪油口感的话 其实你可以换成油脂肪酸来做 很好吃 而且光只有涂面包烤一烤就非常好吃 超香的 对就非常好吃 但是很多人还是不敢吃椰子 所以这个柯柯今天要分享的是 椰子油风的南洋风 这个烧青鱼 对 那刚好青鱼很容易有腥味 青鱼腥味很重 你就借由椰子油的椰香 刚好压住它的腥味 对对对 你看我的青鱼 我是里面那个水是我泡米酒 还是很腥哦 它是一夜干的还是很腥 我懂 那你说这个腥就是Omega 3 所以日本人讲青背鱼种 把这边刺一下 就是这个颜色 这一只鱼它的背部是青色的 这个是 日本人讲说青背鱼种 青背鱼种包括黑尾鱼也是青背鱼种 木拉鱼也是青背 沙丁鱼也是青背 青鱼也是青背 还有秋刀鱼也是青背 这种的鱼的鱼油含量是对人体最好的 对但是也特别腥 所以它青不是因为它鱼不新鲜吗 不是 是它鱼油造成的 因为我最近买了青鱼 然后我每次煎 我老公自称它很懂鱼 还是它就跟我说 你这鱼不新鲜 也有这种可能 因为这种青背鱼 它是真空的包装 这种青背鱼的特色是 你会发现它的血和肉的部分 通常很明显 那血和肉那一块 只要一保存不当 它就很容易腐坏 腐坏就会有那种组织胺的味道 所以你要分辨出来 它到底是鱼的特有味道 还是组织胺的腐臭的味道 那你老公可能可以闻得到那个味道 他就觉得它坏掉 会不会它装抖呢 应该是装抖 它可能真的 你觉得它真空包 可是它在处理 如果前期没有好 它真的是新的 或者它运送的过程 然后这个椰子油 你看它这个是会凝结的 就跟猪油一样 就比方它饱和脂肪很高 它放在摄影棚就凝结了 因为摄影棚度比较低 冷气比较强 然后它就凝结 你看一般去 这个椰子的香气就很重 然后先把这个洋葱先进来 先炒 可是它虽然口感像 它的饱和程度像 可是一个还是植物性油 一个是动物性油 对 所以现在 它别在他们的脂肪酸的组成 为什么椰子油最近几年 大家突然间又开始火红起来 当然跟那个吴董事长 吴老太太的 对 吴老太太因为吃了这个 长期吃了椰子油之后 突然间有一天本来是搞不清楚 谁是谁能叫出小姑的名字 他想说是不是对头脑很好 最近很夯的原因是因为 美国很多明星 他觉得他认为他对减重有帮助 那减重有帮助主要就是因为 虽然它跟猪油都是饱和脂肪高的油 可是脂肪酸的组成不一样 椰子油里面有相对比较多的中链脂肪酸 那这种长度的脂肪酸 它在身体里面 等于说它可以直接很快地迅速进入肝脏 然后很快地拿出来使用 所以它在能量代谢上是很快的 然后它也可以激发你身体去使用 那不像有一些东西是倾向于存起来 所以他们就会说中链脂肪酸 其实国内有一个健康油 有去登记当做健康食品的 它就是以中链脂肪为主的食油 那他们诉求就是 你等于相对比较不容易去累积你的脂肪 所以最近红是因为红在这里 对 现在也只有炒洋葱好香 对 其实光这样的话 你面包摘在那里面很香水 然后这时候我们先把这个红咖喱 这是咖喱糕 就是你如果没有这个的话 其实你就是用黄咖喱什么都可以 咖喱块也可以 咖喱块要四后放 因为咖喱块里面有很多淀粉类的东西 所以要四后放 那这个咖喱糕 就是不管是绿的黄的红的都可以 那因为腥味越重的话 你就颜色越高 所以这个是东南亚的红咖喱 对 泰国 你就现在不是超市里面都有专柜嘛 对 东南亚的 你就买那小包的就好 你买一小包就可以 那这也是做那个东央贡的 就是做那个世界上的 三大名汤之一 东央贡是其中一个 那还有另外两大 不知道 马赛海鲜汤 中国的鱼翅汤 成为世界三大名汤 我们改天来做马赛海鲜汤 马赛海鲜汤好好喝 世界三大名汤 所以把红咖喱一样炒虾 对 这时候我火调小了 然后红咖喱就是看你喜欢 所以家里面小孩多的话 可能红咖喱那个放的就少一点 那如果像我们现在做大人的 红咖喱就可以多一点 但是你一定要炒过 炒过它才会好吃 它才会香 现在有东央贡的那一种香料味 东央贡还用虾壳去熬汤 还有鸡骨架 好 所以先把洋葱跟椰子油 跟这个红咖喱炒香 对 那炒香这样就可以 然后因为现在有点不溶解 没关系 等一下我们会加一点水进去 它就会溶解掉 然后呢 现在差不多了 先把鱼摆上去 我这个鱼真的超香的 对 这个鱼就是一般你买 不管你买一叶干或什么都可以 因为现在的一叶干都淡味 没有那么重咸所以还好 这时候我们再把鱼块这样摆上去 我现在里面泡的是米酒 没有咸味的米酒 没有咸味的米酒 让它降低一下它的腥度 咸味跟腥度 对 因为有的时候这一类的青鱼 会买到比较咸的 然后有的时候会买到比较腥的 那这个也是稍微降低的手法 对 而且我发现这种鱼的料理都用 比较重口味的调味去调它 是 是 比较能压低它的腥味 好 这个鱼肉放进去 然后呢 番茄 番茄就是给它一点酸 咖喱的东西都要一点酸来带味道 所以直接小番茄下去 小番茄 你不需要买那种很贵的温斯番茄 就是一般做菜的番茄这种就OK 番茄进来 然后呢 加上一点调味 因为这是 鱼露 我们做泰国菜就是不放盐 我们用鱼露 鱼露很咸 所以不要放太多 放一点点鱼露进来 它的咸味这样就够了 然后呢 加点水 然后放一点糖 要一点糖 对 一定要有点糖 如果 如果你有椰糖的话更好 就是盐子糖 或者 其实椰糖很多是中铝糖 不是真的盐子 然后稍微 现在滚了 现在滚了 稍微给它焖一分钟就好 因为鱼片很薄 因为鱼片很薄 所以你只是焖 让它回流一下 焖一分钟就可以了 稍微给它这样盖起来 焖一分钟就好了 我跟你讲 你这锅很强 正常那些数量的鲸鱼 鱼腥味应该出来了 对 你这一锅因为红咖喱太香 椰子有太香 那个鱼腥味全变 所以你就知道 为什么鲸鱼要去做鱼叶干 做香香香香 还有鲸鱼 为什么它做的 不管在日本做很多料理里面 鲸鱼都是用重口味来压 即使它做香鱼寿司 也是一样很多醋 去盖 去盖那个鲸鱼的味道 韩国人吃泡菜鲸鱼锅 也是靠泡菜鱼锅 也是靠泡菜压过它的味道 所以这个是东南亚的味道 台湾以前不吃鲸鱼的 你看你到现在都还没有闻到 人家的鲸鱼味道 没有 我只闻到泰式的香味 你下次弄这样给王中平吃 他就不会说你买的鱼不新鲜 真的 然后还有一招 现在一分钟过了 还有一招就是怎样 椰奶 泰式的都会加椰奶 这样已经熟了 这样我们可以看一下 像这个鱼其实都已经熟了 其实鱼都已经熟了 然后呢 这时候我们再把椰奶放进来 然后让它润滑一点 对 对 椰奶放进来 然后呢 如果你喜欢吃酸 像我不爱吃酸 就不放那个 如果你喜欢吃酸的话 你等下吃的时候滴点柠檬汁 滴点柠檬汁 然后九层塔 九层塔放进去 这样就一锅 这样就一锅 不好吃便宜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喔 我们特别的红咖喱好好吃喔 其实这个你如果说做多一点 变汤类 你加一点烫好的米粉进去 那个米粉吸饱它的味道更好吃 突然想到我家那一堆不新鲜的青鱼 是不是才会回去煮给王宗品师的 而且王宗品师会说 原来你这个煮得很好 你买得很新鲜耶 真的 因为它一点腥味都没有耶 没错 其实是靠椰子油 对 因为我觉得椰子油除了遮到鱼本来的 它自己的味料之外 真的椰子油还有这个椰奶一加 其实整个滑口就真的非常顺 然后你就觉得 不论你鱼本来是多老的 多了这个油去润它 你就觉得那鱼顿时间湿润 而且嫩了起来 就觉得它真的很好吃 那皓然平常吃不吃鱼油 因为你知道我是一个属于那种 皮肤很容易干燥又敏感的人 所以一般人就想说皮肤干燥 那我就一直补水一直补水 可是你会发现你补了这么多水 你皮肤还是很干 刚好我有一个好朋友 他是皮肤科医生 我就问他说 为什么我每天补水 我的皮肤还这么干 他就说那我的皮肤可能就是那个 油水不协调 他通常很多人都以为补水 他说其实油也非常重要 油水和那个协调了之后 我们的皮肤才会好 然后我想说那怎么样子让我协调呢 我就会开始去买一些市面上 不是有很多那种油擦身体的 我就发现市面上很多油 你擦汗区之后 它很难吸收 然后我每次擦完全身脸的时候 我就穿上我的睡衣 然后慢慢就会发现睡衣 都是那个油 都是那个味道 一上船我老公就说 你身上是什么味道 怎么会那么重 我想说这样也不对 后来我一个好姐妹 她嫁到日本 她就推荐我说 因为她皮肤非常好 而且日本你知道冬天非常冷 照一讲会更干 对 可是我去日本看她的时候 完全看不到她皮肤干 她就介绍了我这一个 陈鱼油 这是鱼的油 它是陈鱼的油 而且陈鱼是来自纽西兰 纽西兰嘛 她就跟我说这个非常好用 而且她 我觉得她很好的是 她是来自日本的水产的 那个百年公司 那你想想看一个百年公司 对水产这么了解的人 她相对她制造这个 她一定也会非常的专业 然后她就跟我说 她是陈鱼 陈鱼的那个油脂结构 跟我们人体最接近 所以拿来擦我们的皮肤的话 它的吸收能力会更好 它是无色无味 所以你想想看 这一家公司 它是有专利的 它能够制造出 无色无味的鱼油 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擦汗去脂 而且它吸收非常 那会很油吗 不会 它吸收非常好 你看 吸收了 来给老师 你知道我为什么 我为什么会问会很油吗 因为很多油都很油 因为其实它 我印象中2012年 有一个paper在谈 这个橙鱼油的 对于干燥皮肤的 保水的效果 那它跟谁比呢 它跟一个东西 你知道女生 如果你干燥到无敌干的时候 医生或者你是那种 异味性皮肤炎 很严重很干 他们甚至叫你 凡是你厚厚的涂一层上去 因为它是最猛的保湿 可是涂上去的时候 有个很痛苦 就像刚才浩然姐 就会觉得很闷 或者会觉得就是会黏黏 可是它跟那个凡士林一百比 它的保湿效果完全不逊于它 所以才想它这么强的保湿 你不会闷 不会 很清爽 而且你知道擦凡士林 有时候你睡觉的时候 你的那个枕头上面 都会黏在 有时候你擦完出去 风一吹 就黏在上面 对 对 所以我觉得我很喜欢用它 是因为我用了将近半年了 你会发现我皮肤 整个以前非常干 尤其是在换季的时候 又容易过敏 擦了它之后 你就会发现皮肤的保水度很好 重点它是纯天然的 它纯天然它没有香精 没有防腐剂 所以连小baby都可以用 我现在要测我这只手 这只手就是完全还没有那个 没有擦的 看一下你的保水度好不好 看到数字了 20 这里28 好 你的手28 保水度28 好 那我现在要测试我另外一只手 我先擦那个 像我在家就洗完澡之后 我就会喷一点化妆水 对 喷化妆水 或者洗完澡的时候 水分还没有全干 对对对 喷化妆水 然后轻拍一下之后呢 我就开始擦这一罐陈鱼油 所以你就把它当身体的保养油 或者有的时候头发的保养油 都可以擦 然后它没有味道 所以它擦起来可能就没有那么油 它皮色无味 你真的不用担心 而且它吸收度非常好 对 有败化 有亮 对不对 这一手真的有差比 对 我现在马上测试 好 刚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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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知道 哦 40 40 40 看到没 有 我才喷了一点水 然后马上了陈鱼油 马上保水度就变到40了 你想想看 是不是很厉害 真的耶 对 而且我觉得它重点是最好的 就是它吸收非常快 然后我现在擦了 很多人想说 这样看起来这样保水度够了 可是它是不是真的会 像我们一般会 你的头发会黏哪里 我现在要测试一下 嗯 你直接用面子擦 有些擦完之后 面子放上去 是不是就吸住了 就黏住了 对 你看 我现在盖一下之后 有 完全很清爽 对不对 所以你就不用担心 所以为什么我们皮肤 到这个年纪 还可以保养得这么好呢 嗯 真的 只有男女人 对不对 只有男女人没有丑女人 重点就是我觉得 要选对好的东西很重要 嗯 保养真的很重要 那这个会不会不好买 这不会不好买啊 这个网路上都买得到啊 嗯 对 而且你刚才看到那个浩然手的 颜色的变化 就我要给大家一个观念 很多女生都会很认真拼命 用一堆美白 就是什么什么白什么白 可是事实上皮肤有一种叫透白 怎么说呢 就是你的保水度 你会发现当你的皮肤 保水度好的时候 看起来透亮 它相对会看起来比较白 对 所以反而你是要增强保水 而不是一直想办法 用一堆东西去给它摆 我觉得那种透白相对是自然的 像我们有时候会出国 你在飞机上 是不是会觉得你的皮肤特别干 我就会带这个小罐子在包包里 嗯 然后一到飞机上 那个飞行一段时间的时候 就加全家人每个挤一点 嗯 挤一点就看到我们一家 坐在飞机上 每个都在那边坐 对 它就让你的水分瞬间锁住 然后让你保湿度越来越好 嗯 好 谢谢浩然的分享 那节目最后 袁医师也给观众朋友一个健康小叮咛 千万不要忘记 油对身体这样 是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不管是食的 擦的 什么东西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保护身体的东西 所以如何的去正确选择 很多故事要去知道 但是一个好心情 注意一下我们这些节目 所提醒你们注意的事情 选个好的东西 好好用在身体上 健康就会跟着你走 好 谢谢袁医师的叮咛 谢谢我们这么多好朋友的分享 我们今天分享的 健康用好油的食谱跟做法 也都会PO在年代 网取台健康好生活的脸书上面 提供给观众朋友分享跟下载 我们的脸书不定期 也会有各种分享跟直播 这里的活动分享给我们的 忠实观众跟粉丝们 那健康好生活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准时再见 拜拜 谢谢